任何一檔股票都可以透過財報分析 計算出它合理的企業價值 在股票市場中其實要賺錢 除了好公司之外 好價格也是非常重要 股票市場賺錢有幾百兆 但是真正能夠讓你安心賺大錢 真正能夠讓你用投資的方式 去看待股票這個市場的 真的就是買低買高 你focus在企業上 focus在企業價值上 而不是每天在那邊追著小狗跑 追著那股價的波動 我要跟大家推薦的是 這個標股金APP裡面 我們在最新的版本 把這個PEG納進去 一樣有這個小樹苗的依據 你就會看到特價便宜合理 昂貴跟瘋狂 好價格的部分 除了PEG之外 我們標股金裡面還有一個河流圖 用滾動式的 這也是市場唯一一個用滾動式的客流圖 那這也是市場唯一一個財報AI的APP 標股金除了計算好價格之外 那剛才慶容不是有提到說 我有一本著作12招 獨門秘技找出標股金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高勝率的選股策略 那這也都收入在標股金裡面的選股 那這放在所謂的龍選股裡面 它可以幫助大家快速的去篩選標的 有機會可以讓你贏在起跑點 如果你有什麼不懂的 歡迎可以先加入這個免費的LINE群 掃描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資訊 跟贏家的觀點 這個節目的宗旨 並不會報名牌給大家 也不會直接給你魚吃 而是希望能夠分享高勝率的釣魚的技巧 幫助你自己在古海中釣起一條又一條的大魚 並且透過不斷宣導所謂價值投資的精髓 能夠讓你能夠明辨目前資訊爆炸的環境中 所謂資訊的一些真偽 那當你對於整個投資更有定見的時候 那才不會讓自己陷入到看漲說漲 看跌縮跌這樣子的困境中 那最後都能夠成為臥虎藏的投資高手 好 現在9點11分 我們今天多留一點時間給同學開放來問問題好了 最近大家在看股市的時候會覺得異性難散嗎 會覺得就像天氣一樣 哇 最近天氣變得好熱 就出去的時候就變得懶洋洋的 像我家裡的貓最近也都變得好懶 好像吃東西也吃不太下 然後就整天在那邊睡覺 對呀 整天睡覺 異性難散這樣 好 看一下同學的問題 陳...這應該是... 嗯...可能跟同學說要講 因為我最近的眼睛有點老花了 對呀 所以有些字 有些太小的字我可能... 如果同學的名字我唸錯了 可能要先多多包涵這樣 對呀 這應該是陳立香同學吧 對呀 他想要問說 老師 金融股除了看河流圖的股價淨值比之外 還可以參考PEG嗎? 不行 金融股不能參考PEG是適用成長股的 那我們在計算好價格上面 其實標股基因APP裡面提供了幾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用這個所謂的本益比的方式 那第二個就是採用淨值比的方式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標股基因是採用滾動式的 現在的版本是採用近240天的平均淨值比 跟近240天的平均的本益比 然後去合理的劃分出它的便宜昂貴跟特價的區間 那在下一個版本中會加入近60天 還有加入近120天 所以就可以依照不同的公司 去做一個讓大家投資的一些判斷的依據 那除了這個所謂的滾動式的本益比 跟滾動式的淨值比之外 那標股基因APP裡面還有提供所謂的PEG 這個股價淨於成長比 這個其實在大多數的時候 其實比較適用在成長股的一些評價的判斷上 因為當你用近值比判斷不出來 本益比判斷不出來的時候 那在財務分析裡面有一個叫做PEG的評價方式 那你就套套看PEG到底可不可以計算出 它合理的企業價值 那除此之外 剛才慶隆不是有教大家這個7%現金質疑的概念嗎 就所謂的7%就是 就大數據來講就是7%是在相對的便宜的價格 就股價漲到殖利率剩下5%的時候 就大數據來講 其實就是可以讓你獲利了解 所以你可以用7%跟5%來當作一個判斷的依據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再加金融股是456 只有for金融股 不是金融股的就不適用 那所以就提供了這幾種判斷股價的 從財報分析的角度來去判斷股價的方式 那就順序來講優先參考近值比 那禁值比因為基本上比較不會受到這個市場的波動 那正常來講不會啦 但是金融股就不要了 最近以壽賢為主體的金融股 就或者是有些公司買了一堆壽賢 像那個論太星論太權就是這樣子 他的子公司是壽賢公司 他們就是用小錢玩大車 小孩玩大車 那個車子稍微操控不順 那就會產生很劇烈的影響 那個對禁值的減損是非常快速 那今年的第一季感受很明顯 就是怎麼金融股尤其壽賢開發金 或什麼像富邦金國泰金 那個禁值掉的很快 所以金融股的評價 如果問我現在啦 其實我會都會參考 那禁值比基本上已經可以 八九不離十了 那如果再搭配那個四五六的口訣 應該就能更準確 那但是金融股比較特別是超大槓桿 那其他的基本上就不會有這麼 禁值不會出現這麼大的變動 所以就蠻適用在其他的一些 股票的評估上 所以優先考量禁值比 然後再考量本益比 然後再真的不行就看看 我們看殖利率7%存股成績殖利率可不可以 然後PEG再去做判斷 當然都可以 那我們提供各種的評價方式 然後去協助大家去判斷你所手中的股票 因為我們這個APP是大數據嘛 所以我們不了解 所以你還是要依照你所投資的公司 它的屬性還有未來的成長性 那你要去找到適合它的方式 那這個就好比我過去一直常常舉例說明 你要先知道你所投資的公司 它屬於什麼樣子的個性 你才能找出它適合的評價方式 就好比人嘛 就是我們世界上有70億個人口 那要怎麼去劃分呢 那有一種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星座劃分 對啊 有共有12星座嘛 那你這個人他可能是金牛座 那你就不能用射手座的個性去評估他 因為如果他明明是金牛座 那你用射手座 你去看那個星座書 這個射手座的個性 怎麼跟這個人完全不合 因為你用套錯了星座 所以你就覺得不合 那同樣的股票也是這樣 股票有很多種評價的方式 那你要先找到適合 這檔股票的評價方式 那我覺得值得花時間去找 而且我們APP也提供了很多的工具 可以幫助你找到 適合你所投資的公司的評價方式 因為一旦你找到之後 那基本上像我個人 其實不建議大家持有太多嘛 你就找到它之後 那你就可以掌握它未來的一個 股價的一些波動的一些 它的一些股性的這些狀況 股價波動的一些慣性嘛 所以我覺得那是值得花時間 一旦你找到之後 那你就可以 不能說可以把它當作 一直可以當提款機提款 那至少你在操作上 你就會更加的得心應收 所以要花時間 那我們APP就是提供各種的評價方式 那你就去套用 那接下來有 我們會加入近60天 近120天 跟近240天 所以那個評價方式 會更加的完整 它又更能因應 市場出現 劇烈波動 或者是產業區 劇烈波動的時候 它的一個快速調整的能力 那APP會越來越強大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 好 葉美惠同學他請問說 這一波以上漲1000點 那請問評估是否先獲利了結 或者是保留不賣 以什麼作為判斷的依據 那兩個方式 第一個當然就是你現金跟股票的比重 如果你這波上漲的時候 你的股票是百分百滿出來的 那你就必須得賣 你必須得賣一些股票 為什麼 你要賣一些股票 提高你現金的比重 以備未來的不時之需 所以第一個要考量賣股理由 當然就是你的部位 你的股票部位如果太多了 你一定要拉 這一波反彈的時候 一定要拉高現金的部位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的現金的部位 也差不多OK 股票部位也差不多 你覺得還蠻舒服的 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那賣股的理由就是 它漲到了目標價嘛 那目標價 有很多這種方式啊 比如說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那個7%存股盛金 就是7%買進5%賣出嘛 那如果它現在股價已經漲到了 5%的值欲所代表的價格 那你當然就要獲利了結啊 你就可以再獲利了結一部分了 對啊 所以就是漲到了目標價 對 這是第二個 OK 然後有 歐泰同學問說 怎麼去看 三四一三的金頂 那我會看一下 三四一三的金頂 這位同學可以去去回看 就是我們投資家日報最近有在追蹤啊 7月20號的投資家日報 有針對金頂 然後有做一些分享的 歐泰同學可以去回看 那當天的日報是說 了解了半導體設備不同產業 營運高峰的時間點之後 相信就能夠明白半導體設備股的金頂 會是第二波貢獻獲利績效的指標個股 這是7月20號的日報 那另外7月21號的日報 同樣的也有針對金頂 去做一些分析 內容主要是針對它的6月的營收 那另外還有它的新增產能 還有它的目前的一些 美國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商 入股的這件事情 再進一步的去做分析 所以歐泰 如果你是我們投資家日報的訂戶 你可以去回看這兩天的日報 那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7月21號 才訂購投資家日報的新訂戶 那也可以回看以前的舊日報 那方式是什麼 方式就是我們投資家日報的訂戶 都會有專屬的LINE群 那你就掃描日報裡面 會有一個加入的日報的LINE群 加入之後 然後你就在那個LINE群中 私訊我們的小編 告訴他你想回看哪一天的日報 比如說這個歐泰同學 如果你是新訂戶 那你就可以在我們的日報的LINE群中 然後你就跟我們的小編講 你是日報的新訂戶 你要回看7月20號 跟7月21號的日報 那我們小編就會LINE給你這個檔案 一個新訂戶以回看5份 當作上限 那這是我們現在多提供的 額外的一個服務 OK 然後陳立香同學有分享說 他是標股金的訂戶 然後現在每天都會使用APP 然後覺得很方便 又可以直接看河流圖 知道價格的高低 還有好多堂課可以免費參加 真的很超值 謝謝老師的用心經營 好感動 謝謝同學的回饋 真的我們真的很用心的在經營 以長時間的經營的角度 而且我們這個APP是不斷的在進化 一直在優化 所以同學應該可以感受到 我們認真經營的過程 那最近大家或許會覺得好像伺服器有些不穩定 有些時候好像登錄會比較好像沒有畫面會超時 這應該都是我們主機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也跟工程師這邊有在討論 會盡量避免以後盡量減少這個狀況 所以也請同學多多包涵 那至少我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在於這個尤其在標股金APP裡面 我們在優化精進這款APP的決心是非常的強大 一開始標股金APP是用財報分析起家的 我們率先提出的滾動式本益比跟滾動式禁止比的看法 然後開始加入了PEG 加入很多財報分析的功能 那成為市場 我個人認為其實已經是在市場中 真的是最強大的一款財報分析的一款APP 那今年以來我們又陸陸續續的在籌碼分析上 加了非常多非常強大的功能 讓你可以去追蹤主力的成本在哪裡 你可以去追蹤哪一些大戶在偷偷的買股票 那這個功能真的也非常強大 而且跟同業其他比起來真的都是不遑多讓 那相信你從財報分析 然後加籌碼分析這兩個功能 這結合在一起 你會創造出非常好的一個投資的一些工具的效益的使用上 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 我們每一個的這個優化其實都是我們不斷的在投資 不斷的去買數據員 我們認為好像什麼東西需要我們就去買 然後什麼東西需要就去買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用戶更好的 而不只是更好的 應該說最好的這個使用者的這個經驗 然後還有最好的這個決策工具的依據 那在這個有限的成本有限的資源之下能夠達到我們提供最大的效益性 那當然有些同學我們怕你可能不是那麼了解一些投資的基本的一些架構 或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識 所以我們還蠻貼心的 你只要報名免費的方案 你不只在價格上有優惠 你甚至還可以上25堂財報分析的課程 那當然這個課程並不是親友老師上 但是也是我們的專業的助教帶著大家來上的 所以有字卡然後有講義 然後同學之間彼此可以很多的這些交換學習的機會 那我覺得這都是讓你一點一滴的去建立起你在投資的一個的know how上 我覺得要把投資這件事情當作一技之長來認真學習 對你來講會是最大受用的 你反而聽股票聽名牌那都是一死的 我覺得只有你自己學會釣魚的技巧 你自己從股海中釣起一條一條的大魚 那不只那是放在自己身上 更可以去創造那個持續的效益性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的投資 所以在投資上不只投資股票來 我覺得也要多多投資自己 讓自己能夠達到更多的這些 投資上所需要的一些能力 那我覺得相信都非常值得 對啊 就像我們工作嘛 我們平常找工作也是一路的求學 從小學唸到國中唸到高中唸到大學 然後唸完書之後 然後畢業業之後去找了一個好工作 那這工作就創造主動的說 我們從小到大為了想要讓自己有好的工作的收入 所以我們不斷的學習不斷的投資 讓我們達到一定公司想要的人才的水準 那我們為了這工作的收入 我們就投資了這麼久 學習了這麼久 那理財這件事情也是需要學習的 那這個理財叫被動收入嗎 難道你想要什麼都不學 然後你就會有一堆的被動收入嗎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覺得當你主動收入都花這麼多時間在學習的時候 我覺得被動收入理財也是一樣 你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那你只有把投資這件事情認真看待 而且是要用正確的方式去看待投資這件事情 而且把投資當作一輩子可以學習的這件事情 我相信它能夠創造出來的效益 絕對超乎你的想像 甚至可以達到你提早財富自由的目標 就是我們常常講財富自由 或者退休的定義是什麼 或什麼時候可以達到財富自由 什麼時候可以達到提早退休 年紀真的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哪一天你的主動收入 工作收入沒了之後 你的被動收入 理財收入 只要能夠支應你的生活開銷 你就能夠退休了 那你的生活開銷多少 每個人不一樣 有個人可能清心寡 一個月五萬三萬就夠了 那有些人可能想要追求 比較有品質的退休生活 可能一個月要十萬二十萬 真的不一樣 每個人對生活的品質要求不一樣 那當然能不能退休 關鍵就在於你的被動收入 理財收入 可不可以完全支應你想要的那個生活 如果可以 那你就可以跟老闆說FIRE 哈哈 不用等老闆FIRE 你就把老闆先FIRE 對吧 你在家也蠻無聊的 就是上班只是為了去打發時間 交交朋友 那種感覺上班的心情就會不一樣 所以這件事情是值得花時間去學習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那也希望大家在接下來 這個一個禮拜的操作 都能夠有所定見 重點是要有所定見 不要隨波逐流 不要隨機起舞 不要看漲縮漲 不要看跌縮跌 一定要有所定見 當你心能夠定下來的時候 那你不只在投資的等級上 又更上一層樓 那我相信你在面對接下來的行情的時候 你會更胸有成竹 而且你會覺得 投資是一件蠻有意思 而且是值得花時間去研究的一件事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下週再見 拜拜